在浮满公废医疗工作时,毅然拒绝了医院的高薪邀约,选择留下照顾原乡的弱势病患,不但改善当地医疗品质,也体现了弑病犹亲的真谛。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原名使怀者徐超斌医师。 各位小朋友好,五日合,再来一次来,帅哥一身好,怕打针子取手,怕打针子打五针。 这群活泼可爱的原住民小朋友孔中的帅哥医生,是台东县达仁乡卫生所的主任徐超斌。 今天他到国小来为他们做例行性预防针的注射,他叫得出每个孩子的名字,看着他和小朋友亲切自然的互动, 不禁让人感受到徐医师在这里是全族人信靠的一盏明灯。 为了采访这位传奇人物,我们从台东机场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程, 才到达这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地方,达仁乡,土板村。 徐超斌医生,1967年出生,是大家口中的超人医生,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, 曾经担任奇美医院急诊主治医师,拥有秀出死亡味道的特殊天赋, 以及快速精确判断病情的能力。 2000年12月,他升任主治医师,创下奇美医院有史以来, 在三年内升上主治医师的记录, 也成了全院第一位内外科兼修的急诊专科医师。 因为是公费生,需要服务7年, 尽管有其他更优渥、高薪的选择, 他仍然在2002年6月回到自己的家乡台东达人, 担任卫生所、医师兼主任。 一方面将简陋的卫生所改建成医疗大楼, 一方面加开夜间和假日门诊, 更积极推动24小时急诊服务。 但是达人卫生所的巡回医疗、夜间门诊、 大午急救站的夜间以及假日24小时急诊医疗, 以及树立台东医院的急诊支援, 这些工作时数竟然逐渐超过每个月400小时。 徐医师每天开车巡回医疗, 从卫生所到最远的部落来回要60公里, 算一算每周将近280公里, 如果再加上每天120公里的通勤, 他一个礼拜的车程刚好环台一周。 虽然徐医师当时被赋予超人的封号, 但他究竟不是超人, 就在2006年9月18号凌晨1点钟, 在连续上班80个小时之后, 徐医师在他一手创立的大午急救站, 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的时候, 中风倒了下来, 当时他才39岁。 我那时候埋怨上帝, 为什么那个时间点, 我才刚完成第一步的梦想, 才那个时间, 不能让我倒下来没关系, 在五年、在十年之后, 做更多的事情, 就让我倒下去吗, 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, 到了两三年之后, 我就不再问了, 我就不再问了, 因为我找到答案了, 他要让我的肉身当桥梁, 把偏乡的需要, 让社会当中知道, 然后把都市的资源, 带回部落里面来。 就是这份血浓鱼水的乡土之情, 让他留在家乡服务, 即便在中风倒下, 在救护车上, 他还是信念着达人乡的民众, 今后看病, 要找谁呢? 所以在休养了六个半月之后, 虽然他失去了身体左半侧的功能, 却让他与病患更加站在一起, 也让他更能够体会到病患的痛苦。 2009年6月, 服务其满, 即使有三家大医院, 一家诊所高薪邀约, 他还是选择留了下来, 照顾这群, 需要, 而且信赖他的病患。 我是因为我要留下, 是因为我根本走不开, 因为民众对我的依赖, 那个我舍不下, 其实也许有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医生, 可以来代替我执行医疗的工作, 也许有更好的主任, 可以做卫生所主任的这个行举代我这个工作, 但是没有人可以取代我在病人心中的地位, 那种新人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, 就可以能够建立起来的。 身体失去一半的功能, 任谁都可能灰心丧志, 甚至一蹶不振, 而慢慢的复建过程又是何等的煎熬。 但是土地的生生召唤, 乡民的阴阴期盼, 让他鼓起了最大的生存勇气, 他要尽快复原, 才能够为他心爱的族人同胞继续贡献力量, 守护着达人伤4141个心跳。 其实我也想过要自我了断就去见上帝。 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说我带好不容易带给偏向的民众一点点希望, 我如果自我毁灭的话, 那他们情何以堪, 他们原本看到了一点光芒被我熄灭掉了。 其实对我来说, 我念试在这还是我的病人。 所以我在出现起见的时候, 每当我在追黑暗的时候, 我总会想到家乡的灯火。 想到我的东海岸家乡灯火的, 灭往灯火下, 有很多阴益期盼的眼神在等待我的火, 等待我的火回来。 所以我才能够继续勇敢这样撑下去。 基于爱家爱乡的理念, 徐医师除了在卫生所看病之外, 他还在自家成立了南回健康关怀服务协会, 并且有方舟教室的设立, 为山上的小朋友提供免费的课后辅导, 课外活动教学。 看着一张张天真稚气的小脸, 下课之后自动到医师家中报到, 由爱卿老师帮忙看顾, 为这一个老人与小孩居多的相野, 带来一丝温暖与希望。 他们一来的话就先写功课, 然后六点就开始吃饭, 我们有厨房妈妈,部落的妈妈, 然后就六点半开始, 像今天的话是首骨课。 来,一、二、三,开始。 当初是因为许医师的关系, 他看到我们部落很多独居老人, 还有那个小孩子也是没有人, 都是隔代教养, 所以他决定回来照顾达人乡民, 然后99年底成立的协会。 我们目前主要是照顾老人跟小孩, 我们有四个计划, 吉南救助, 方舟教室, 据典, 然后再来就独居老人跟生残者的照顾。 你看啊, 这都是徐医师的家, 都无偿捐给我们。 从这些小朋友自动自发所做的感谢卡, 就可以知道许医师花了多少心血在他们身上, 出钱出力, 24小时无私的奉献。 看到的部落的问题, 绝对不是靠医疗可以解决, 民众需要的是健康, 绝对不是医疗, 这我相信大家往深层去想的话, 民众需要的绝对是健康, 不是医疗, 医疗只是一个一小部分而已, 所以那我看到部落的问题是, 你青壮年, 所有偏乡都一样, 因为没有工作机会, 青壮年都在都市打拼, 部落就是老人跟小孩, 那老人家需要什么, 陪伴跟关怀, 小孩子需要的是教育, 所以我说那回医院我可以等, 可是老人的陪伴不能等, 小孩子教育更不能等, 所以在三年前我就成立这个协会, 然后做老人关怀跟孩童教育的部分。 但是做任何事情, 除了爱心, 还要有金钱资助, 钱从哪里来呢? 许医师开玩笑地说, 我坦白说我这几年, 这三年, 我每年开销一千万, 我没有接受什么政府单位的补助, 我也没有财团来赞助我, 钱哪里来, 完全靠我这张帅脸, 我到时候去演讲卖脸卖帅, 然后在网路上, 说我很帅啊, 大家来捐钱给我啊, 还好我长得够帅, 也撑了三年。 这位帅哥医生像个傻瓜般, 一点一滴, 献上热情, 凭着这股无可救药的傻劲, 也一步步实现之前被人视为不可能的愿景。 他没有时间去挨到失去的左手左脚, 借着可以自主的右手右脚, 专注在活着是否还能够感动别人, 继续为家乡服务。 他就是徐超斌, 台湾的使怀者。 徐医师不忘励志行医的初衷, 并着只愿付出不求回报的精神, 值得官兵们效法与学习。 但他因超时工作而导致中风, 却也提醒大家,